来来来 进来就来 吃吧 爸 请进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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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金大哥来了 欢迎 欢迎 来来 进来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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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请坐 请坐 老妹子 我搬过来住 可是给您添麻烦了 一家人了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在一块儿 对对对 一家人 一家人 是 你看吧 这是我特意到星光天地啊 给您选了一套护肤品 卖货的姑娘说呀 她特别适合中老年妇女用 我其实平常 我从来不用这些玩意儿 不过也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 小娜 小娜 喝点茶吧 来 小亮带你爸看看房间 您就住客房 洗手间的浴巾啊 牙膏牙刷什么都是新的 另外您也看看那被子 够薄不够我怕你嫌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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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边 这边 妈呀 太好了 你怎么这么好嘛 你太善良了 我跟你讲 妈这点真的 那你特别像我 我就是心善良 谁谁谁谁 不不不不 我算你 我算你 真的 再善良也是有底线的 对对 也得看她爸在咱们家表现怎么样 表现要不好 你妈不善良的那一面 我告诉你要露出来也吓死你 我妈还是大部分都善良的 去哪儿去 爸 你看到这边来看看 厨房这就是厨房了 就是开放式的这房 冰箱在这儿 你要是可爱 你倒是这种冰色 你看这厨房里边 还有一保保险呢 你看 就这儿呢 你看 喂 老同志 怎么样啊那边 成功打入敌人内部 太棒了 没有 我跟他们斗智斗勇 行 那你早点休息 好 好好 你也早点睡 丫头 把门锁好了 知道 就这么着 拜拜 拜拜 那我这心里怎么老是打鼓 怎么那么不踏实 你有什么好不踏实 总觉得这有一种火山爆发之前的恐惧 男人预测都不准 岂人忧天 好 干嘛去 吓我一跳呢 我看看我爸去 先睡啊 你这起得够草的 怎么样睡得挺好的 哎呀 哎呀 辗转腕子也不能那么美啊 又做梦了 梦倒是没做 太硬了 隔得鼓都疼啊 不是 爸 这垫子跟咱家你睡那垫子是一样的 可能是你没适应 等睡两天就好了 睡一睡 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一样的 那你这个床头是冲哪个方向啊 不是 这个方向跟咱们家你那屋里也是一样的呀 是冲难吗 是冲难 那你说怪了 我这一躺下呀 这头就发炸 后来没办法睡不着 我就把头掉过来睡在这儿 那这样下班以后我跟小明把这床掉一个 好不好 不用不用 我就这样睡就行了 别麻烦了 行 那我走了 我上班去了啊 你吃饭了吗 我这还不急了 我路上随便买点什么就行了 没事儿啊 是不我没人给做呀 等会儿 等会儿 你怎么穿 穿上跟我一样一 衣服 你这真有意思 你怎么穿跟我一样的衣服 不是 不是 你哪儿 哪儿买的 凭什么告诉你啊 你先说 你哪儿买的 我先 香港 我动物园 不 不可能啊 买 买上说 今天买就这么一件 你倒缓你 你多少钱买呢 我告诉你 反正比你便宜 一 一模一样啊 一 一模一样啊 谁呀 谁呀 怎么是你呢 你干吗呀 我就是来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确实住住住在这儿 我确实不确实住在这儿 跟你有关系吗 你有完没完啊 你干吗 我就是想告诉你这儿 我确实住住在那楼上 你确实住我楼上啊 那就跟我更没关系了 你到底有没有完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就是来确认一下 你这衣服确实在动 动物园买 买的吗 我确实是跟动物园买的 确实比你便宜 确实可以气死你 你干吗你啊 我 我就是 就是告诉你 你这个要是确实在动物园买的 那确实比我便宜 我确实生气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确实要上我生气去了 生气了 生气病 起来啦 起来啦 吃早点吧 对 给您弄了点 我们呀 平常都是习惯吃这西式的 什么豆浆油条烧饼 我们受不了 都比较腻 这鸡蛋您瞧 都是半生不熟的这种 怕您吃不惯 所以给您弄了几个茶叶蛋 这都煮得很透很熟了已经 习惯 小时候生鸡蛋都吃 那 那是胡椒 您可能放不惯 那个 这是盐 对 对 您这挺专业啊 好 这样您待会儿呢 吃饱了喝足了呢 您就干点活 没什么特别多的活 今天呢您就是一个是洗手间洗衣机上 有一大堆脏衣服 您呢帮我拿洗衣机给洗了就完了 有一件白的短袖那是我的 上次吃水煮鱼的时候不小心溅了点油点 您 您干嘛呀 这是糖吗 是糖 汪汪汪汪汪了你 您还挺拳乎啊 那个 那个 然后您拿洗衣灶啊 先把那油点啊 您不嫌偷得慌啊 你看我快听你说话了 您先把那个油点啊 拿那个洗衣灶拿手搓一搓 然后您再往洗衣机里放 另外呢我 我那个有一条牛仔裤 前几天下雨 我这个脚后跟那儿呢 也溅了好些泥点 您也一样 拿那个洗衣灶呢 拿手先搓 然后再再再往洗衣机里扔 好吧 还有呢您呢再 把那个厨房的油盐机得给擦一下 好久没擦了 油盐太多了 您不嫌偷啊 您吃那么些甜的行吗 喜欢吃 好 那个油盐机呢边上有一喷的东西 那是专门擦油盐机的 您先喷几下 然后拿边上有一块麻布 拿那个擦就行 好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 咱这 咱这外面这小花园 那儿有一水管子 您把地好好冲一冲 晚饭呢咱就在阳台上吃 就在这后花园吃 好吧 然后就是各屋的地擦一擦 对了 另外我那屋我那个被罩也得洗了 别跟衣服一块洗 洗完衣服您再拆被子 就这么点活 不多 您呢干完了之后 您爱干嘛干嘛 您愿意出去遛弯出去遛弯 爱上哪儿玩上哪儿玩 五点之前您回来 您得开始做晚饭 好吧 您就把这点活干完了就完了 我呢今天很忙 我就全交给您了拔架好吧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会干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金大哥什么不会给我 不是您不是在家里 什么活都会干吗我听说 没有 尽量跟我说是让我住在这儿来 是跟着儿子来养老来弄 金大哥您可不带这样呢 您什么意思您上我这儿 享受晚年来了 您这儿当王爷来了 我得给您当使唤丫头是吗 大妹子说句嘚嘚你的话 生活丫头吧你年纪太大了 要是老妈子还差不多 不是金大哥您要这么说话 咱可没法聊天了这个 不带这样的 您什么意思啊 您上我这儿抢轻服来了合着 合着我给您当老妈子 走 我不能走 我刚来我得住一个月呢 那一个月是试用 我现在用不着试用结束了 走 你这属于单方面私会合同 法律上不像 您耍赖是吗 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行 算您很 行吧 您厉害 您很 行 我把这个鸡蛋都吃了 热死您 来 冷妈 明儿 你不是跟我说她爸 是以免费全职保姆吗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啊 我和小梁在他们家住的时候 什么活都不干 都是她爸干的 她刚才可跟我说了啊 她说她什么都不会可 不会吧 不会吧 老妈你别着急 我公子这呀 就是因为她爸刚搬到咱们家来 还把自己当客人呢 别着急 老妈来了 得了吧 她什么拿自己当客人呢 我瞧她出来 她这是诚心跟我叫板 你知道吗 那 那怎么着啊 要不然我帮你跟她说一声 不不不 你甭管 这事你甭管啊 我能把她搞定 拜拜 想跟我叫板 找死呢吧你 老公 你今天几点下班啊 如果有手术吧 手术应该是不会有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你爸跟我妈又杠上了 你看我今天出来我心里就不踏实 你看果然她俩是杠上了 你说怎么办呀 他们俩不会打起来吧 那倒不会 那倒不会 你别胡思乱想啊 这样老婆 咱俩今天啊 谁要下班早 谁就先回家 一定把他们稳住了 我下班走 走走走走 赶紧 赶紧 走 废了半天进吃里葡萄好 还给身边买一滴雷 是 你 你别多想了啊 回去咱们咱们再看怎么办 好吧好吧 要是你下班早 你还是来接我吧 再来一块回家 我怕我一个人搞不定 好 再来一块回去解决 你等着我接你去 好 拜拜 你不说中午你不回来了吗 金大哥 您不觉得您这话问得有点唐突吗 说句不好听呢 您管着吗 这是我的家 我想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干嘛干嘛 我饿了 我回来吃午饭 开饭了 正好我也饿了 我的奶粉儿灯 我的饭呢 金大哥 这样啊 咱俩呢 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咱们呢都是成年人 老年人 您是老年人 我是成年人 行吗 咱们都是在文明世界里 生活了几十年的人 起码的道理咱都应该懂 是吧 两个孩子结了婚 爱住哪儿住哪儿 住哪儿都可以 但您凭什么呀 您凭什么要在我这儿 当寄生虫啊 您这算不算欺负人 不带冒烟的呀 人总得有被利用价值吧 我有被利用价值啊 你有什么呀 什么被利用价值我听听 我可以陪你说话 聊天 解闷等等 不是 您先等会儿 您先等会儿 您 您觉得您能陪我聊天是吗 可以啊 你觉得咱俩能聊得上天是吗 能吗 那咱聊什么呀 说句老实话 咱俩都不在一个阶级 我平常跟什么人接触 您知道吗 我接触的都是明星 大腕艺术家 都是文艺界高层人士 您知道我们聊的是什么呀 那高层的话题 我跟您聊什么呀 您可真够可笑的 我无语 无语 我不太关心你们文艺界的事 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 什么事 谁动了我的午餐呢 我这么跟您说吧 您在我们家 自己不动手 饿了吧你 我从来不打 无准肺之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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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啊 你说得对啊 早晨的果酱 抹得有点微多 有点厚 有点厚 我从来不打 有点厚 行行行 你放心吧 胡大夫 等下午去三床再看一眼 来 小梅怎么还不吃饭去呀 我减肥呢 怎么这年头都减肥呀 你说我这样的还用减吗 你这样的正合适 我在这儿打个电话 不影响你吧 没事 你打吧 好 爸 干嘛呢 怎么样在家 挺好的 我跟你说中午你别凑合 多吃点 不凑合不凑合 私餐一趟 我这不跟你丈母娘 正在剃牙呢吗 是吗 你们俩吃什么了 吃烤全羊了 还剃上牙了 没什么事啊 我就问问看你干嘛呢 那我也吃饭去了 不是 你也别凑合啊 好 回来了 怎么你开门呢 阿彪呢 他跟夏和约会去了 谁 夏和 他怎么跟夏和还有联系啊 夏和发的工资嘛 他发工资 还是我发工资 这通了都是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是 他今儿又怎么了 不知道啊 今儿也出门就这样 你看这一天在现场都挂了脸 是不是你惹着他了 我看他今儿一天都没怎么搭理你 对对对对好像对你特别掉脸子 咋个事啊 我哪惹他了 现场我离他远着呢 我能招着他们我 反正我不管他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先撤了 你们等他还骂吧 我也不等他还骂 我也先撤了 我等 我也不等 我来 回来了 不是 金大哥什么情况啊 您瞧瞧您做的这姿势 您像在别人家吗 金大哥 您用不着捡了 回头我拿牺牲气气 金大哥我跟您说 我之所以同意您住到我家里来 纯属因为我闺女跟我哭诉 我闺女为什么跟我哭求啊 因为我闺女心疼她丈夫 心疼您儿子 咱们俩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人 是不是 咱可不能这样 您要真的心疼您孩子 心疼我孩子 您就稍微做得能不能规矩一点啊 能不能举气一点啊 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农夫 您就是冻江来的毒蛇 太不像话了 我告诉您啊 今天您对得搬走 您儿子回来 您自己去跟他说 好吧 搬出去的可能性没有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我的记忆的程序中 已经输进去了住一个月的期限 谁给你的权利你输入这程序啊 我自己给我自己输的 您说吧 那怎么办 您想怎么办 根据你我双边的关系来看 咱们俩之间的战争 已经到了一处即发的级别 咱俩的战争怎么打都行 不管是打机关枪还是扔手榴弹 但是我们不能伤及平民百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行 我懂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俩该打怎么打都可以 但是别让孩子知道是不是 是这意思 成 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 我们都可以 行 但是如果孩子回来以后 你咱们俩一定要做出这个 和平共处 行 相敬如宾 行 举案其美 谁给你举案其美呀 金大哥现在孩子没回来呢吧 没有 那行 那我就给您扔手榴弹了 金大哥 就您在我们家住的这一天 不到一天 我正式通知您 我现在已经完全知道 您太太是怎么死的 基本上肯定是被您给气死的 就像您这种男人 我就没见过 说老实话我真没见过 没有这样的人 你这么说我生气了 我真生气了 你生什么气呀 我现在也搞明白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小米她父亲 为什么离你而去 你说你这种女人 你说你这种女人 你说什么呀 你这种给你国益 爸 妈 聊天呢 聊天呢 聊天 下午茶 对 妈 干吗 来 我跟你说点事 什么呀 怎么了 干吗呀 神神秘密的 大说的都完了呢 干吗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们俩 挺好 那我们俩刚才进来之前 怎么那么吵吵啊 我正给他爸讲故事呢 讲故事啊 叫什么故事 预言故事 农夫和蛇 你俩干吗呢 聊天啊 聊什么呢 立别战争 这不是他爸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吗 就让我帮他打打基础 我一想那我就 讲几个预言故事吧 顺道也给他提高一下对生活的认识 我就 想了想 上一段农夫和蛇 那他爸 那他爸光让你给他讲故事 没帮你干活呀 干了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他什么都不干吗 当时他爸不是还那个有点不情愿吗 我当时我特生气 我一有点我 他爸马上会敲龙搞赶他辩欢 那这么说的话 你们俩相处得还不错 相当不错 聊得怎么样 太好了 你丈母娘老崇拜我了 是吗 行喽 我都聊半天了有点累 你也赶紧休息去吧 行行那你歇会儿吧 没事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聊得好就好 好 好 就你歇会儿啊 来 跟老娘娘气死我了 你妈说什么 你爸说什么 我爸说聊得挺好 我妈说聊得特别好 是吗 可是刚才咱俩进门之前 你没听见咱们好像超超来着 是我听见了挺热闹的屋里 那没准俩人聊高兴了呗 你说他俩真吵起来 咱们俩一进屋 他俩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要不然咱俩再观察观察 没准咱俩多心了 人俩聊是好着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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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什么东西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是啊 我怎么在这儿 那就请原谅吧 坏坏坏 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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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出发室了 干吗呢 睡觉 坐着睡啊 我原来是躺着睡的 那怎么坐着呢 不知道 公子 怎么回事这事啊 你看你妈把我爸都吓成什么了那是 都表情都傻了 那我妈还吓着呢 你看她吓得出了出了跑 不不不 老婆我跟你说咱俩赶紧分析 这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这是大晚上的 我这 这没遇过这种事啊 有什么好分析的阿姨啊 肯定我妈睡糊涂了 睡糊涂了 我跟你讲啊 明天早上别跟他们俩提这事 俩肯定俩人挂不住 不是 那她要是问咱俩呢 不知道啊 睡觉呢 装傻 对 那我会 睡觉吧 这是自然现象还是超自然现象 你是不是这样了 你是不是这么困难 嘞 我一种小管 我全部觉得读 taş给你 都是不得了 对妈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靳大哥 李宗盛 李宗盛 昨晚没吓着您吧 没没没 我还怕把你吓着呢 瞧您说的 哪是自个儿吓着自个儿的 我 我跟您说啊 我这人吧 就是有那个叫 夜游症 以前明儿他爸就跟我说 我说告你啊 你有夜游症啊 我说滚 你才有夜游症呢 他说真的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 你拎个大棒子出去了 你知道吗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 梦见家里来坏人了 我说没有啊 都绝对的 要不你能拎个大棒子 出家门吗 我当时一想 对了 我好像是梦见家里来坏人 我准备跟他搏斗来着 您瞧 多悬哪 昨儿晚上 我得亏是空着手进那您屋 我万一要梦见家里来坏人 我举把菜刀进去 我这一进去 我咔咔咔 明儿他爸说了 法律 都不管夜游神的事 万一我哪天 我犯了病 我举着菜刀进您屋 所以您睡觉啊 您必须您不能睡太沉 您就虚会儿睡 然后门一响 您啪啪眼睛一睁开 这时候我举着菜刀 刚好过来躲 您立刻就很大败的 我是金大哥 千万别看我 我 我腾一下 醒了 就没事 那 您在这干吗呢 这不 晨练的吗 您 您请外边 这是我的地盘 平常我一般是在这儿活动活动 好 一起练呗 一起练不行 您那动作一般幅度属于上下翻飞 我属于左右开工 好 你左右练 左右练 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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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左右练 你回屋 你练 你练 下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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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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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要吃 我不想吃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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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啊 走了 吃饱了吗 饱了饱了 把奶喝了 我喝不下了 不喝了不喝了 有点来不及了 先走了啊 你想我爸昨天晚上那样 完全傻了 我从来也没见过 我爸那么目无我那表现 早上吃饭 一事都没干过 我的天哪 坚持 坚持 就是胜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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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玛雅 大妹子你这是咋了 有活动 文艺姐谁死了 没听说过婉礼啊 婉礼死了 婉礼死了 不聊了 不是 大妹子 怎么干嘛呀 那锁的咋锁不上了呢 早就坏了 换一个吧 换他干嘛呀 锁门呢 锁他干嘛呀 我告诉你啊 金大哥 我们家多年以来的规矩是 大门必须锁 小门不准锁 参加个葬礼 宋华 宋华 真是你啊 晚礼服好漂亮啊 出去有事啊 有活动 瞧瞧您这素质 我的素质 你说什么 没事我夸您呢 夸我 晚礼养过啥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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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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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呀 小气死了 结婚典礼都不请我们去 照片都不让看 就是 我不是说了吗 婚礼办得比较仓促 是吧 喜糖不是给你们带来了吗 再说了 你连分子钱都没给 看什么照片啊 你要给我们看照片 我们就给你分子钱 真的 真的 那看吧 好漂亮呀 漂亮吧 赶紧把份子钱拿出来吧 今儿没有 改天的吧 一个比一个小气 好看吗 好漂亮啊 胖吗 比我还瘦呢 瘦个什么了不起的呀 那要是在唐朝 那我还是个美人呢 这不就没赶上吗 找谁呀 反正不找你 烫叔叔 沐小天 他叫我叔叔